绝对不应该 我会放在这个地上 苦功 凯文迪修共三种状态 普通型态下的苦功分为五段 攻速较快 攻击距离较近 能够打出持续连击效果 在白马状态下 攻速较快 更有较多近身手段 在另一状态下 更有较像的远程攻击 一技能 每件七秒 凯文迪修 凯文迪修持剑对敌人释出了强力直刺攻击 出招时会先后跳续力 呼吸的过程中 剑的周围会产生出威力强大的气流 对陆境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凯文迪修持剑对敌人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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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迪修出速度和范围会变得更快更大 凯文迪修附带霸体效果持剑朝前凯文迪修 白马状态时 技能释放过程中 可以追悔部分飞行道具 二技能 美剑斩 清血王子 凯文敌修朝前方 划开一条剑着轨迹 并快速出剑击飞敌人 白马状态时 技能会被释放为 美剑斩鸟狐 以华丽的旋转特约方式 接近敌人 并进行斩击 过程中 再次准击开技能 会直接快速地 抬向敌人 二技能追加 顺击 凯文敌修 从顺应到敌人面前 用超快的 多段斩击攻击敌人 变身后 顺应范围会变得更广阔 奥义 龙美二代联佑 凯文敌修 躺下出射后 第二人格白马 接过身体的控制拳 暴起后 以极快的剑气 看向身边的敌人 释放后 会变身白马形态 变身后 会替换为奥义 击风 凯文敌修 前出红卡 极短时间内 快速展出多段剑气 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 变身后 被替换为旧效应 顺应 凯文敌修 持剑全冲 击中敌人后 瞬间爆发 消失在场内 并用极快的移动和攻击 被敌人造成具体伤害 击斗剂 最自斩 凯文敌修 往任意方向 快速进行 最自行位移 路径上的敌人 会被连续斩击 引切妄为另一状态 该击斗剂 在变身后 采取失害 使用后 会进入另一种 变身状态 好了 本期关于 好有余所的伙伴进行的展示 就到这了 更多游戏情报 请支持观众 航线情报站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